我觉得上课很无聊 然后整天都在写字 然后又要被寄过 所以在那边跟我讲了一大堆 带着一点腼腆和紧张 描述过去的自己 他是阿伦 即将升高中的他 曾在国二时辍学 因为不喜欢上课 外加长汉朋友一同参与 描绘出证 渐渐中断求学 国中一业后开始在外打工 工作的辛苦及压力 让阿伦对求学有了不同的想法 其实在外面的社会 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大不如把这三年度完 然后等到当完兵再回来上班 再分稳定的工作才不加好 辍学这段期间 担心阿伦的妈妈 透过里长介绍 来到卢州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阿伦在这里 认识了帮助他最多的社工佩佩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是本来就是一个很良善的人 就是他还蛮愿意听我讲话的 当我在去跟他讨论某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每个想法我都去分析说 做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会发生什么时候会怎么样 我都告诉你 请你去选择 你选择一个部分 好你真的要去做 那我就支持你 卢州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除了提供许多设施设备 以及有趣好玩的课程 让少年可以安心玩乐学习 这里的社工是少年们最好的聆听者 在人生迷惘时用力拉他们一把 给予关心和指引 让他们勇敢向前进 自信呀 不可信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责任 第二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责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